你這張是喝酒酒 不罵了拿起來不要 給我 你知不知道嗎 穿著粉紅色襯衫 白色短褲的 就是自稱新農居的老闆 旁邊的朋友要拉還拉不住 因為他在氣頭上不停的咆哮 三字經五字經全都罵出來了 本來被朋友拉走 又忍不住轉過來繼續罵 現場的氣氛尷尬 三五個人要拉也拉不動 這位新農居老闆喝了酒 走路搖搖晃晃 嗓門確實不小 會有這個口角衝突 其實就是大嗓門引起的 六號晚間 新農居老闆和朋友喝酒聚會 卻因為聊天太大聲 引起隔壁桌不滿 對方來勸 卻被新農居老闆摔了杯子 這一摔對方也甩了一杯 摔杯的過程沒看到 但是嗆聲全被人用手機 錄了下來PO上了網 每天早上都有人 大排長榮的早餐店 就是南部知名的新農居早餐 店內的大湯包最受歡迎 料多實在 不少人大老遠來 就是為了這一位 新農居出面澄清嗆聲的 是女兒的前夫 新農居名字是借儲取的 跟本店無關 這名男子喝酒嗆聲還自爆名號 已經影響新農居的形象 如果這樣的情況一再出現 店家說會考慮把名字收回 以免壞的生意 記者綜合報導 我的目搜尋 讓我看過 就是 我看見